中文字幕——YK 虽然结果失败 但是蜀汉阵营中武林满组建的雇佣军 还是将吴国大将甘宁干掉了 这也让诸葛亮深切体会到了南满少数民族的战斗力 在结束南中战争后 蜀汉国的后方获得了一定时期的稳定 不过考虑到这些少数民族战士无事可做 诸葛亮决定将部分战士转化为蜀国士兵 在蜀汉地方豪强的支持下 以上少数民族战士的经济问题得到解决 并转化为职业军人 为了彻底防止南方地方势力再次造反 蜀汉又花费大力气 将青枪万余户人家搬迁到蜀汉 这些人被分成五个部分 组建了之后的无当非军 以上无当非军最大的特点 就是成为了蜀汉国的军户 不需要在和平时期从事农业活动 对于当时还人烟稀少的南方地区 一下子减少了数万人口 而且是崇伤武力的人家 这无疑断了这些割据势力再次造反的资本 由此不得不感叹 诸葛亮在治理国家上的深谋远虑 由于无当非军的组成人员 来自于西南山林地区 所以其擅长使用的武器 使弓弩和毒箭 可以长途行军翻山越岭 配合上蜀汉的山地地形 从而具有强悍的防守能力 为了管理好这支彪汉的军队 诸葛亮指派王平为无当非军的第一任指挥官 在王平的严格要求上 这支军团的军纪异常严明 并在之后的军事行动发挥着重要作用 比如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后 正是王平统帅的无当非军最大限度地弥补了 接停之师的损失 保证了蜀汉大军的成功撤退 还有一次 王平的三千无当非军对上了张和的六万大军 但是无当非军不仅没有被击溃 反而成功冲击了卫军的营地 联手诸葛亮的大军击退了敌方 除了在北伐战争中屡历其功 无当非军善于山地丛林作战的优势 也被发挥在了评判少数民族的叛乱上 起到了维护蜀汉国家稳定的作用 最后随着武汉国力的日益衰弱 和卫国的实力差距也越来越悬殊 公元254年 在江维北伐中原的后撤道路上 只有5000人的无当非军 在最后一任指挥官张仪的领导下 与数倍的卫军作战 虽然无当非军寡不敌众 但依然让卫军付出了两倍伤亡的代价 并且正是依赖张仪等无当非军的壮烈牺牲 江维的大军才得以顺利撤退 此外之后尽管还有非军的称呼 但是和之前的无当非军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对此有人感叹当初的张仪和无当非军 如果没有牺牲的话 很可能将突破的邓爱大军阻击在外 从而延缓蜀汉灭亡的时间 可惜一支卓越的部队就这样牺牲了 诸葛亮留下的最后一点小遗产 都被挥霍光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